姐姐是个清高的学霸 爸妈在富二代江苏家里受了工伤 为了表示自己不慕容力 她拒绝接受江苏给的赔偿金 后来江苏对她起了兴趣 要花钱雇她做百月光的提身 姐姐又坚决不肯 说穷人也有理想和自尊 不可能被钱收买 他们你追我敢纠缠数年 直到江苏把我们一家活活烧死在别墅内 姐姐终于服了软 她哭着依偎进富二代怀里 阿苏 我只有你了 两人在火场旁热情拥吻 那一刻我才明白 这一切都是姐姐部的局 我和爸妈的性命 不过是她嫁进江家的垫脚石 再睁开眼 我又回到了姐姐拒绝赔偿金那天 你以为靠这点钱就能打发我爸妈吗 你以为穷人就没有尊严吗 把你的臭钱拿走 我们有手有脚 生病了 自己也能治 熟悉的女生炸雷一般传入耳朵 一个机灵 我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已经重生了 这里分明是江家别墅 循着声音望过去 我看见了客厅里站着的男女 姐姐扎着高马尾 漂亮的脸蛋紧绷 正一脸倔强地瞪着江苏 瞧见姐姐这副表情 江苏的眼神恍惚了片刻 她打量了姐姐一会儿 忽然从包里掏出一张黑卡 做我女朋友 一个月给你十万 姐姐的手指猛然震颤 然后铁青着脸 将卡退回去 我知道你给我钱 是因为我长得像白梦河 江苏 我的未来是高山而非溪流 你想用钱砸我 让我做替身 不可能 她看着倔强又清高 活像的道德标兵 但只有我知道 爸妈来江家当保姆做工 是姐姐刻意促成的 至于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当然是为了此刻 站在客厅的京市顶舍夫二代 江苏 要是不这样做 她什么时候才能勾上江苏 改变阶层呢 前世她也是这样 为了显示自己不目容力 狠心拒绝了江家的赔偿金 我求她向江苏服软 拿钱给爸妈治病 她反而倒打一耙 义正言辞地骂我没有骨气 为了那点钱 卑躬屈膝 她勾着江苏玩 你追我赶的烂俗戏码 直到最后 我们一家三口 被江苏活活烧死在家里 姐姐这才崩溃大哭 依偎进江苏怀里 我不跑了 我再也不跑了 阿苏 我只有你了 那时我已经成了灵体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 在火场旁拥吻 在婚礼上幸福宣誓 我知道 这一切都是姐姐不得局 我们一家三口的性命 不过是她嫁进江家的 垫脚石而已 客厅里 江苏的眼神玩味 她把黑卡砸在姐姐身上 眼角眉梢都是解傲 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 我想跟你谈 有你拒绝的份 这时候 姐姐刚靠三番五次的偶遇 和爸妈的工伤 引起了江苏的关注 他们的感情还被发展起来 一切都来得及 我兴奋的手脚都在发颤 迫不及待地从下人房冲了出去 跪在江苏身边 江少爷 我愿意做替身 她的眼神一愣 微眯起眼睛打亮我 薛宁的妹妹 我乖巧点头 引去眼中的寒芒 我跟姐姐是同胞姐妹 加上是舞蹈特长生 论长相身形 我与那位死去的白月光更像 这替身 若她能做 我如何做不得 姐姐惊叫了一声 随即咬紧牙关 强行冷静下来斥责我 小文 回屋里去 这替身不是那么好做的 没有人格没有尊严 你是学生 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 我眨巴眨巴眼睛 壮丝天真的抱怨 可我喜欢江少爷 他又帅气又有钱 我为什么不能跟他谈恋爱 听我提起钱字 江素的脸上满是鄙夷 他三两步走过来 低头侮辱性地掐住了我的脸 那你觉得 我凭什么选你 男人就是简 分明刚刚他正拿钱 逼姐姐就犯 但我若直接说出 自己贪恋他的钱财 他反而觉得我烂俗 我却不恼 反而甜甜地笑了 既然都是找替身 为什么不找一个 心甘情愿的呢 反正是一样的脸 江少爷 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做 江素凑近了我 紧盯着我的眼睛打亮 两个人的呼吸交缠 距离越来越近 就像是 下一步就要吻上 姐姐这才着急地哭出声 咬紧了牙关 瞪着江素 你别动我妹妹 你说的 我硬下了 她哭起来是没声音的 微微侧过头 整个人漂亮地像朵枝子花 这样看 更像那位白月光了 果然 江素的手猛地一颤 随即站起身 平静地道了声 好 我不甘心地扒住江素的裤脚 那我呢 姐姐在身后制止 小文 江素看了眼 倔强清丽的姐姐 又扫了眼面色乖巧的我 忽然怪诞又恶意地笑了 同胞姐妹 一个清高 一个俗气 有意思 那就 都留下来吧 不知道江素 是不是想玩 二女争议男的烂俗游戏 总之 她把我们两人都留了下来 并且把我们都调到了 跟她一样的高3C班 姐姐成绩好 本身是在A班的 江素这么做 性情刚烈清高的姐姐 怎么可能受得了呢 她跟江素大吵了一架 等着脸留在了A班 我却不在意 当天就收拾书包 来到C班 做了江素的同桌 同样是姐妹 你连你姐姐一根毫毛 都比不上 滚到后面做去 以后我的午饭都你去打 你就适合干这个 江素望过来的眼神 比一又不屑 只把我当作跑腿的跟班 C班那些人 看我的眼神恍然 明白了 只有姐姐是江素这儿八经 喜欢的人 我不过是个 倒贴上门的赔钱货 他们嬉笑着低声议论 将我看作了 为钱卖身的小丑 但我不在意这些 江素说过留下我 那就一定会每个月 固定给我打十万块 这些钱足够爸妈 去医院看病 只是骂两句 我心甘情愿 江素跟姐姐的关系 没什么进展 因为姐姐身安钓鱼之道 明白对江素这种 顶级富二代而言 轻易送上门的都不值钱 所以他摆足了 清高孤傲的学霸架子 聚会不去 电话也不接 他越是这样 就越显得品行可贵 也就越称得我卑劣不堪 毕竟连江素也觉得 我是为了荣华富贵找上了他 至于我说过的喜欢他 一句空话而已 江素开始明里暗里刁难我 于是跑丢的水杯 消失的饭卡 甚至莫名其妙出现的动物尸体 都找上了门 我知道这些多少是江素受益 但并不在意 直到那天中午 江素要吃食堂二楼的墨西哥卷 我打包下来后 却被人拽进了卫生间 听说你最近在给江素当狗腿子 怎么 送上门他都不要 为首的女生穿着朴素 但满脸怨毒之色 我知道他 陆可 家境贫寒 但痴迷江素 前世在江素的暗示下 没少故意刁难姐姐 现在我也能有这份待遇了 把刚打来的饭装进怀里 我故作天真的问他 你怎么知道他没要 江素说让我当他女朋友 你撒谎 他怎么可能要你 陆可的眼神变得猙獰 他像江素的独尾 不能允许任何一个女生 靠近江素 可能 是因为我这张脸吧 我温柔地笑道 下一刻 陆可的巴掌就迎了上来 他拽着我的头发 将我压到水池边 眼里满是怨毒的神色 简然 仗着一张脸勾引江素 你这种便宜货他 怎么可能会要 有人一左一右地压着我的胳膊 陆可宁笑着走过来 猛地一按 眼睛鼻子煞时被水淹没 我被冷水激得一颤 氧气逐渐抽空之时 我有些控制不住四肢的抽搐 即便我知道这出戏是给江素看的 却还是有些心惊于 这些高中生的残忍 哗啦一声 在我窒息之前 陆可揪着我的头发 把我拽了出来 说 你是不是为了钱 故意接近江素 我瞥了一眼门口的阴影 不是 啪的一声 陆可又给了我一个耳光 嘴角一阵撕裂的痛感 我舔了舔 有血腥味 再问你一遍 是不是 不是 我喜欢它 下一刻 又是窒息的冷水 陆可好像执着于 让我吐出一个满意的答案 或者江素执着于 看透我的目的 但怎么可能呢 我在水下咧开了嘴角 血色在水面一闪而过 这种痛楚 怎么比得上前世 我们一家三口 葬身火海的痛 江素不是追求极致的纯爱吗 当年白梦河贵为豪门小姐 却愿意为了江素私奔惨死 从此之后 白梦河就成了江素的执念 我得让她知道 这种超越生死的爱 白梦河能给她 我薛文也能给 反复几次溺水之后 我的耳边响起刺耳的嗡鸣声 胸腔的空气被尽数夺走之后 我已经无力挣扎 有人迟疑地看向门口 她已经不动了 还要坐吗 陆可将我放下 于是我就像贪软的水鬼一般 无力地浮在地上喘息 嘴角还渗着血 恍惚中 我听到了皮鞋的踢踏声 是江素悠哉悠哉地走了进来 她躬身扫了我一眼 用脚踢了踢我的头 真难看啊 为了钱不要命 我大口地喘着粗气 胸口撕裂一般的疼痛 但即便如此 还是伸出颤抖的手 从怀里掏出饭盒 颤颤巍巍地递给她 吃吗 给你打的 江素的瞳孔缩了一瞬 她眯起眼睛 仔细地看了看我的脸 忽然受惊事地站起身 没意思 一个无聊的舔狗 以后别理她了 说完 江素便迈着长腿离开 看着旁边皱成一团的饭盒 我笑着闭上眼睛 我知道 这位高高在上的大少爷 有哪里不一样了 姐姐跟我不在一个班级 还不了解江素的变化 但我的生活 肉眼可见地变得平稳 至少明面上的霸凌和欺辱 都消失不见了 我知道 这是那天被打之后 递给她的盒饭生了笑 江素也许有点相信 我是喜欢她的 但这种程度 不至于让她抛弃姐姐选择我 所以我在接再厉 又下了一剂猛药 把之前姐姐刻意打听 江素未婚妻的信息 发到了她手机上 如我所料 他们在学校顶楼 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姐姐的一言一行 与白梦和吉相 都是清高的学霸 都纯洁高贵如芝子花 如今发现这一切 不过是拙劣的模仿 江素脸上满是被愚弄的恼怒 她把调查来的信息 砸到姐姐身上 讥讽地吃笑一声 装了一副清高样子 其实是在故意模仿 薛宁 耍我好玩吗 瞥见江素黑沉的面色 想到她之前在学校里 横行霸道的作风 姐姐的身子猛得一颤 不是我 我不屑那么做 还敢撒谎 江素黑着脸 上前掐住姐姐的脸 毛子里阴云着莫名的气势 都说了不是我 我不是那种人 你以为你有钱就了不起 就能践踏我的尊严吗 被人这般羞辱 姐姐红着眼眶落泪 这副倔强不肯认输的模样 更像白梦合了 犹如故人在前 江素到底是让步了 她退后了一步 打量姐姐的神色 不是你是谁 薛宁 你知道惹怒我的后果吗 江素家是学校的校董 有权有势 之前还因为怒气 打断过低年级学生的腿 即便这样 都能全身而退 姐姐把下唇咬得烟红 眸光一闪 最终在江素的逼势下 直吐出一句 总之 我不能说 她也只是喜欢你 这样啊 江素在原地踱步 随后冲着我的方向冷喝 薛文 出来 我乖巧地拎着饭盒出现 几步走到她身边 吃吗 今天有糖醋肉 江素冷眼看了看我 一把将饭盒拿起 砸在我身上 细细细细的汤汁 粘了我一身 狼狈至极 姐姐在旁边看着 着急地护在我面前 你有气就冲我发 不要动我妹妹 你倒是姐妹情深 看见姐姐脸上的泪 江素的表情软了一瞬 接着把姐姐扯开 把那些调查信息 扔在我面前 你干的 后面的姐姐浑身一颤 紧张地看着我 我来回打量了一下 他们的神色 含笑应下 啪的一声 江素给了我一个耳光 她揪起我的衣领质问 上赶着当一个冒牌货 你的骨头就这么剪 谁准你模仿她的 我没模仿她 我只是想知道 你到底喜欢什么 江素冷笑 就为了钱 我仰头凑近她的眼睛 我说过的呀 我喜欢你 只要能留在你身边 我什么都愿意做 当个替身算什么 姐姐的手猛的一紧 盯着我的眼神 灯石变得冷然 她怕是气疯了吧 毕竟一开始 为了勾引江素 她跟我说尽了江素的坏话 严令尽止 我私自走出下人房 以至于爸妈带着我们 住进江家那么久 江素一次都没见过我 心中得意 面上我盯着江素 笑得越发痴迷 江素 你饿了吗 我再去给你打饭 凝视了片刻 江素松开了前置我的手 起身骂了句疯子 她拉着姐姐离开了 而我孤身躺在天台 止不住满身的快意 姐姐模仿 白梦河的一举一动 又怎么样 我能给江素的 是跟白梦河一样 甚至更胜一筹的纯洁感情 这点欺辱算什么 好过前世 我们一家被她活活烧死 只要我能一步步 踏进江素心里 这出戏就能继续唱下去 我倒看看 有了我的存在 姐姐还怎么嫁进江家 时光荏苒 除了当一个合格的跑腿 我也没有落下自己的学业 尤其是一考 每天从学校回去之后 我还会独立练习到深夜 功夫不负有心人 高三结束前三个月 我拿到了全国舞蹈大赛前三名 奖品是大学保送名额 看不出来 一个田狗 还有点本事 江素冷笑着说了声 上次从天台回来后 她已经默许我坐到了她旁边 所以我得以凑到她耳边 不努力怎么配得上你 这次得奖的那支舞叫凤球皇 想看吗 放学我跳给你看 无耻 你姐姐那么清高干净 你怎么就是个碱骨头 江素怒骂了一声 转身走了 看着她烧红的耳阔 我笑得有些玩味 到底是十几岁的高中生 如今的江素 还有些少年人的单纯 这点东西都受不住 晚上放学时 我在西班门口看见了姐姐 她身后还跟着哭哭啼啼的陆可 见我从江素座位旁起身 姐姐的脸色僵了一瞬 眼里闪过怨读的光 她拦住我 听说舞蹈比赛获奖 可以提前保送 是啊 话音刚落 陆可就哭着跌倒在我面前 求你救救我 我要是不能保送 我家里肯定不会让我读大学的 你怎么样都能上 把这个名额让给我好不好 她哭得涕泪横流 好不可怜 姐姐深吸了一口气 红着眼眶走上前 我知道你拿到保送名额不容易 但陆可家境不好 要是没了这个名额 就等于断送学业 咱们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它 毁掉人生吧 小文 把这个名额让给陆可 然后姐姐拼命辅导你高考 我们凭自己的实力考上去 好吗 她说的情真意切 还与陆可交换了一个 志在必得的眼神 于是 后者哭得更惨了 丝毫看不出 之前恨不得置我于死地的狠毒 我在心底冷笑 知道这是姐姐 又在历清高人设 看起来 因为我这只小蝴蝶 他们俩倒是从前世的仇家 变成合作伙伴了 周围围观的学生众多 看见陆可这样可怜的样子 都有些不忍 就让给他吧 真的很惨 学霸人真的很善良 怪不得这么多人喜欢 那当然 人美心善学习好 谁不喜欢这样的人 听到身后传来的恭维声 姐姐的表演越发精湛 看我没有反应 她几步走上前 殷切地拍了拍我的手 与众心肠道 小文 什么是姐姐都能让着你 但这样毁掉别人人生的事 咱们不能做 别任性 这个名额 咱们就让给她吧 你也不想看着陆可 这么难过对不对 可以 我不要了 打断了她的喋喋不休 我爽快地硬了下来 姐姐和陆可 都有些始料不及 惊愕地张大了嘴 周围的同学们 也一片寂静 于是我的声音 得以传遍整个走廊 我喜欢江苏嘛 多留下来三个月 跟她相处 不是很好吗 就算考不上大学 或者没有学上 也无所谓 只要我能跟她在一起 你 你就那么喜欢她 马上要高考了 你该以学习为重 姐姐恼怒地攥紧了手 看着走廊边 顿住的身影 我的声音 透出一股可怖的疯狂 那又怎么样 为她去死都可以 这点前途算什么 姐姐 江苏就是我的命 这话一说出口 周围鸦雀无声 连陆可都眼神闪烁地 看着我没了言语 对这个年龄的高中生而言 为爱去死的冲击力 依然很大 都堵在这干什么 不用上课呀 江苏的声音 从走廊边响起 等人群坐鸟收散后 她走到门边冷笑 蠢不蠢 没了保送名额 你不可能考上重点大学 我笑了笑 乖巧跟在她身后进门 只字不提 为了她的事 没关系 余光 瞥见了姐姐脸色 瞬间苍白 我笑得越发甜美 这是第一次 第一次江苏 在我们姐妹都在场的时候 把注意力转到了我身上 这还只是个开场呢 只要江苏给我一点点机会 我一定会拼命 在她心里生根发芽 直到彻底抢占姐姐的位置 那天之后 所有人都知道 我是江苏最中心的田狗 我开始顶着这张 与白梦河类似的脸 慢慢入侵江苏的生活 她的喜好 我早就找四家侦探 摸得清清楚楚 于是她饿了 我马上就能打来 营养全面的菜色 她渴了 我包里随手 就准备着泡好的冰镇的咖啡 甚至她打球出了满身的汗 只要一侧身 我就拿着毛巾 在球场边守着她 所有人都慢慢习惯了 江苏身边总有一个我 就连江苏 江苏自己都默认了 只要她需要 我会马上出现在她身边 偶尔 她甚至愿意给我一丝体面 让我陪着她出席活动 但习惯和需要不是爱情 我知道 江苏对姐姐更好 甚至为她特意定制了手工礼服 我也知道 所以高三结束前一个月 我故意挑衅了姐姐 江苏就是我的命 姐姐不是不目全是吗 把她让给我怎么样 放学回家后 我盯着姐姐的脸说道 她有些紧张 手指不自觉攥在了一起 我知道那是因为什么 就算江苏更喜欢 她跟白梦河相仿的灵魂 也更尊重她 但一个拥有白月光相似的脸的 全心全意都是自己的追求者 谁会拒绝呢 这段时间 我日日跟江苏在一起 刘延传的全校都是 他们的感情进展 没有前世那样迅速 所以姐姐有了恐慌感 她不确定 现在江苏对她到了哪一步 可依学霸清高自傲的性格 她又不可能主动倒帖 进退两难 所以现在她只能目自欲裂地 看着我离江苏越来越近 你知道是不是 姐姐应着脸看我 你早就知道 我喜欢江苏 我笑得漫不经心 索性撕破脸了 我知道啊 我又不是傻子 你模仿白梦河的一举一动 又不让我出门 还能为了什么 那你还跟我抢 姐姐尖利的声音响起 我被吓得一愣 随即轻笑 终于不装了 我亲爱的姐姐 这才是我们两姐妹的真面目呀 看着她星红的眼睛 我的语气越发疯狂 但我就是喜欢江苏啊 除非我死了 残了 否则我一辈子都想缠着她 不是姐姐自己说的吗 你的未来是星辰大海 那就把江苏让给妹妹吧 提前谢谢了 余光扫向姐姐猙獰的脸 我笑着转身离开 第二天放学时 我浑身无力地靠在书桌前 打不起精神 江苏本来就要走了 见我这样 又折回来不耐地问我 怎么了 生理期 肚子痛 我磕磕巴巴地回她 你真是 怎么什么都跟我说 好了好了 你休息会儿 待会我送你回家 江苏的脸颊运红一片 有些无奈地道 这段时间 我们日日相伴 江苏一心重 早就查过我所有的个人信息 知道我真的只是个 全心全意爱慕她的田狗 不可能对她不利 由此 她反倒对我多了点联系 我们在夜幕黑尘时出了校门 刚走出不远 就在小巷中 碰到了一伙持刀混混 二话不说 就举着刀往我们身上砍 该死的 你在这等着 我马上叫人 江苏把我放倒在旁边 一边艰难抵抗 一边打电话求援 富家子弟 为了避免绑架 伸手是从小就训练过的 足够应付一两个混混 但今天来的 足足有四个 眼见着江苏体力不支 而为首的混混的刀尖 即将落下江苏 躲开 我强撑着一口气 跑去挡在江苏身边 用单薄的身体护住她 腿上的疼痛爆开 膝盖当场被砍得皮开肉绽 臭娘们 我让你拦 下一刀 是肩膀 身下的江苏浑身一僵 不可思议地望着我 你下去 我不用你保护 我不听 只死死地抠着她的肩膀 承受着身后的攻击 身上的伤口越来越多 终于 在我彻底失去意识之前 一屋一屋的警铃声 在耳边响起 警察到了 但我浑身都在往外渗血 已经痛得神志不清 江苏战战兢兢地看着我 有点不知所措 这些血可是为她而流啊 不要睡 薛文 马上一声就到了 别睡 她的眼圈通红 眼底一片晶莹 我吐出一口血 颤颤巍巍地捧到江苏眼前 我说过的吧 我喜欢你 连命都不要 你信了吗 信 你不准说话了 我信 下一刻 黑暗如约降临 我知道 此后江苏心里 再无薛宁 从医院醒来后不久 姐姐赶到了我身边 见我浑身纱布的样子 她得意地凑近了我的脸 你知道吗 你的双腿残疾了 韧带全部断裂 以后都站不起来 我白着脸点了点头 这些刚刚医生 就告诉我了 你听清楚了吗 以后你就是个残废 别说跳舞了 连站都站不起来 就是废人一个 我叹了口气 瞧着她气急败坏的样子 江苏越来越不喜欢你了吧 她的脸猛地僵住 我一脸惋惜地道 只是长得像而已 天天摆个臭架子 有什么意思 就算我残废了 可江苏一辈子都会记得 说我救了她 我这双腿 是为了她而断的 姐姐 她一辈子都忘不掉我了 你的豪闷梦要碎了 我笑得天真 像是得偿所愿的孩童 四下无人 姐姐的表情越发凝 她伸手掐住了我的喉咙 把我压在病床上 你怎么就非得跟我抢江苏 就缩在后面 被我踩在脚下不好吗 就老老实实当个废物不好吗 谁都不能拦住我嫁进江苏 你不行 爸妈也不行 熟悉的憋们赶传来 我甚至有些想笑 怪不得前世姐姐 能跟江苏走到一起 就霸凌这块 他们也算是夫畅夫随 一对人渣 你想杀了我 这样就没人 跟你抢江苏了对不对 我早就知道 爸妈来江苏工作 是你故意促成的 频繁遇见江苏 也是你刻意算计 只要能嫁进江家 尽享荣华富贵 连我和爸妈的性命 你也不在乎吧 拿我们几个的命 铺一条嫁进江家的通天梯 很划算对不对 是又怎么样 你不该跟我抢的 你该死 姐姐的手越掐越紧 我已经说不上话了 胸腔像是破风箱般 喘不上气 脸色也逐渐铁青 意识消失之际 我几乎是微笑着 等待那一刻的到来 万幸 爸妈比死神来得更快 他们一把将姐姐掀翻在地 颤抖着把我搂在怀里 我居然不知道 自己养出来你这个畜生 小文是你亲妹妹 妈妈看着我脖子上 铁青的只很哭得停不下来 随后站到姐姐面前 啪了一声 给了她一个耳光 之前你妹妹说 你喜欢江苏我还不信 现在看来你是太喜欢了 喜欢到想要了你妹妹的命 滚 我没你这种女儿 近多年的贴心女儿人设 毁于一旦 姐姐望向我的眼神 像是了毒 你故意叫她们过来的 我没回应 事实上快被掐死过去 我想说什么 也只剩下些模糊的起因 于是 只能颤抖着 将自己藏在被子里 埋头哭泣 顺便把刚刚发短信的手机 塞在里面 瘦弱的女孩浑身是伤 颤颤巍巍地躲在被子里 爸爸妈妈的心都要碎了 他们彻底看清了 大女儿的真面目 随后愈发疼爱我这个 双腿残疾的可怜孩子 就算当天下午 我受不了自己是个废人 闹着要出院 他们也同意了 当天晚上 趁着爸妈给我收拾房间的时间 我留下一封遗书 离家出走了 原因是 受不了同胞姐妹要杀我 我要留出足够的时间 让爸妈彻底厌弃姐姐 也要让江苏找出证据 看清姐姐的真面目 什么纯爱 什么清高 她不过是个贪恋权势 出手很辣的毒舌 那样的姐姐 我不信江苏还能喜欢 受伤那天 江苏的眼泪烫得我浑身一阵 我知道 她不可能放得下我 果然 不过在外待了四五天 江苏就早上门 她过来的时候 我正被那晚的几个混混欺辱 他们照着我站不起来 肆无忌惮地撕扯我的衣服 费人一个 还不如给哥几个爽一爽 你看你活得多失败 爹妈不要你 姐姐也不要你 你还活着做什么 他们宁笑着 把我的扯的衣领大开 江苏的表情瞬间宁 一把将那几个混混踹到一边 然后颤抖着将我扶起来 你为什么要离家出走 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 说完 她阴着脸冲保镖吩咐 打断他们几个的手脚 扔到山上喂狗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 江苏发那么大火 但我很兴奋 兴奋到指尖颤抖 保镖听了令 便要压着几个混混走出去 我神经质地 揪住江苏的衣服兼好 不准伤害他们 你别动他们 薛文 你疯了 他们刚刚差点强奸你 江苏不解地低声问 我痴痴一笑 仰头看着他怜惜的眼睛 我是疯了 以后我再也跳不了舞了 我就是个废人 我怎么能不疯呢 别这么说 我会请全世界 最好的医生过来给你 我不要 我狠狠地盯着江苏 语气怨读 说这些客套话有什么用 你要真想帮我 就去杀了薛宁 江苏浑身一震 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你知道的对不对 这些混混 分明就是薛宁指使的 你查到证据了是不是 我病态地咬着自己的指甲 直到上面渗出血迹 薛宁骗了我 他从头到尾就喜欢你 他故意找人害我 我凑近江苏 给他看我脖子上 亲子的瘀痕 我皮肤白 四五天过去 上面薛宁掐出的伤势 显得更重了 当时 他就这么掐紧了我的脖子 把我掐喘不上气 他想杀了我 我姐姐想杀我 现在 他又找了这些男人过来 他是幕后主使 没人能救我 看出来 我的状态不对劲 江苏双眼星红地 将我抱在怀里大吼 不准想了 不要再想了 小文 我会救你的 我不会不要你 我浑身一震 笑嘻嘻地看着他 真的吗 你愿意帮我杀了薛宁 你舍得 他低头看着我 万分疼惜地 在我脸上落下一个吻 从前我喜欢的是梦河 现在我在意的是薛文 从不是什么薛宁 既然他敢伤害你 那把命赔给你 也不过分 我痴痴地笑着 你现在还喜欢白梦河吗 那你还来招惹我 江苏的脸色有些难看 他迟迟地望着我 有些欲言又止 恐怕现在连他也不清楚 自己对我是什么感情吧 但没关系 我凑上来 在他的唇上亲了一口 我喜欢你就够了 江苏 我恨不得把命都给你 江苏吸了吸鼻子 将我搂在怀里 我知道的 我早就喜欢上你了 我就不了梦河 也不能失去你 小文 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做 这是当初我向他说的话 之前射出的子弹 时隔这么久 终于正中把心 跟混混对视了一眼 我放松地跌倒在江苏怀里 醒来之后 又是一片纯白 江苏给我找了心理医生 得到的结果是 眼中抑郁和躁郁症并发 伴有强烈的自毁倾向 有时 我会忍不住想从楼顶跳下去 或者情不自禁地 拿着摔碎的瓷片 在自己手腕处笔划 亦或者 把一切坚硬不消化的东西 往自己肚子里吞 江苏拦不住我 就只能日日夜夜地守在我身边 再一次 我差点拿针管 捅进了自己的喉咙 江苏崩溃地将我搂在怀里 你到底想做什么 小文 别留下我一个人 我知道你受不了自己站不起来 受不了薛文伤害你 我会帮你的 我一定会帮你 我静静地望着他 眼里没什么情绪 像是突然想到什么 江苏着急地冲我说道 我现在就去杀了薛宁 小文 你等我 我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他拎的外套就出门了 没在意纽扣上的一点点微光 也可能是最近 被我折磨得心力交瘁 没有精力在意 等他走后 我冷脸盯着手机里的定位 笑得前仰后合 付出了这么大代价 我终于就要成功了 江苏居然真的爱上了我 甚至要为了我去杀薛宁 简直可笑 这两个人渣 最好同归于尽 这样才对得起 我们一家遭受的苦难啊 我近乎欣赏地 看着江苏开着车 找到了一脸惊慌的薛宁 那是我第一次在姐姐脸上 看到绝望的神色 江苏 我爱你呀 你不能这么对我 不能 有什么不能的 小文说想让你死 那你就去死吧 说完 他开着跑车 猛地朝薛宁冲去 在他绝望的哭号下 把纤细的女人 撞至高高抛弃 剧烈的痛苦 让姐姐的脸色变得扭曲 他哭喊着说 自己知道错了 让江苏放过他 说他一开始 就不该那么对我 但说的 再可怜都没用 江苏知道 如果想让我活下去 薛宁必须死 现在我才是 他在意的那一个 当年他为了薛宁 烧死我们全家 现在自然能为了我 撞死薛宁 哦 薛宁最后 不是被撞死的 摔到地上之后 他还活着 是江苏贴心地 在他身体上 来回碾压两遍 确认薛宁死得干干净净 这才停手 骨头碾碎的声音 和薛宁的哭号 在视频里 异常薛心诊人 但我全都笑着看完了 薛宁受了苦 不过十分钟而已 前世我可以跟爸爸妈妈 活活被烧了两小时啊 现在他这样 不过是最有应得 看着视频里 江苏满意的喘息 我也跟着点了点头 而后毫不犹豫地 拨打了报警电话 伤害我们的人都该去死 我怎么可能放过江苏呢 于是 不过十分钟 江苏甚至没来得及洗车 就被当场抓住 就那么巧 最近几天 中央下来视察 薛宁死得异常凄惨 就算江家全是滔天 也没能把江苏捞出来 所以 就在江苏以为 他要跟我开启新的生活时 他被捕 庭审判决那天我也去了 看着我完好无缺的双腿 江苏目瞪口呆 眼里翻涌着 无尽的痛苦和悲痛 是你抱的紧 为什么 我站起身 轻轻巧巧地走到他身边 你不会以为 当初欺负我的 只有薛宁吧 阿苏 你若是不进监狱 我是活不安稳的 所以为了我能活下去 你就烂在牢狱里好不好 我的语气一如当时 江苏的眼眶心红 喉结艰难滑动 为什么 明明你一开始就喜欢我 我们马上就能好好过日子了 我的钱 我的爱都可以给你 为什么 他目自欲裂地望着我 好像是真的信了我当初的话 杀人如麻 狠毒自私的江苏 居然真的被我骗了过去 我有些失笑 面上也真的大笑了起来 江苏 你不会以为 我当初说的是真话吧 我怎么可能爱上你 这样的疯子 江苏愣愣地望着我 似乎在确认 我说的是否是真话 等看清我眼里的不屑和厌气后 他颓然地低下头 颤抖着问我 为什么 给我个理由 我知道 至少这一世 他是真的喜欢我 就算到这一刻 就算事后查出那些混混 是我指使的 他也没想过 发动江家的势力 对我展开抱负 但那又怎样 这并不代表 前世的伤痛 可以一笔勾销 我坐在椅背上 语气淡淡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 有一个姐姐 为了嫁进航门 拿自己爸妈和妹妹的性命 当垫脚石 嫁给了富二代 妹妹死在火场后 再睁眼 又回到了姐姐 勾引富二代的现场 好笑吗 他然地看着我 沉默了片刻 两久 终于落了两滴泪 那个妹妹是你对吗 前世 我杀了你 我吃笑了声 还好 这一世你得到报应了 看着江苏 颓然绝望的神色 我满意地转身离开 刚起身时 他突然叫住了我 小文 如果没有前世的那件事 你会喜欢我吗 我没回头 江苏 我们不是一类人 你不配进入我的世界 是啊 肆意玩弄别人性命的人 就活该永多地狱 他是 薛宁也是 而我 会好好守护着爸妈 开启我们的心声 全文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